推康古艺术家 人间清醒爱豆 让我们掌声有请 利路修 我是鹅场赛逃利路修 五大问题一个解决 大家好,我是狗军 今天是一期非常特别的节目 也是我第一次跟别的UP组做联动 那么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 史上大UP组,洛洛先生 哈喽大家好,我是你的洛洛 那也是我 第一次和别的UP组联合投稿 也是我们的第一次联动 在B站上我关注的美妆UP组 其实很少很少 那狗军就是为数不多的 当我还是一个莫无人的 在B站上玩B站的人的时候 就关注了他 然后为什么选择狗军呢? 因为我觉得他技术真的很棒 之前看他模仿过 就仿装那个尊龙 也仿装过成坤 觉得非常厉害 然后想看他技术到底是 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然后那天有一个人跟我说 我长得像立竹秀 你说的很对啊 那今天我就让狗军来给我化成立竹秀 觉得就是这样录还蛮奇怪的 真的有点像在拍那个结婚照 你说是不是? 啊? 哈哈哈哈 黄色的隐形眼镜 然后这个 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把那个整个同仁的颜色变淡了 大家能看见吗? 嗯 哪个特写卡着人大眼睛? 嗯 下养蜜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考验你技术的时候啊 好的 我给你把眉毛都耗光了 好的 耗光你最好像 没说不像 我就实名举报你 但是 举报我 这个视频也会下架的 我不在乎 别笑 别笑 不刮伤咯 立竹秀的眉毛 它是比较窄的 比较往下 但你的眉毛比较高 所以我要把你的眉毛 往下 剃一点点 整个眉毛才能往下走 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呀 我要给你上一下装钱 嗯 看一看 本期都没有广告 想跟大家说 好用的就是整好用 对 你觉得涨粉最快的是什么手? 涨粉最快手好像是去年下半年吧 那你为什么想当那个up主? 因为想赚钱 你以为你会有一些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就比如说别的up主都没有我好见 那倒没有 那我做就是这样 就我们low logo的肤色还是相当的白皙通透的 对 就是面如桃花 夜路修嘛 嗯 肤色还是很白的 所以我今天给你肯定用的赛 相对白皙一点就好 好的 那毕竟人种不一样 你有看那个? 没有 嗯 麦米克真棒 你看了吗? 我没有看 但我确实是有关注几个选手的 当时那个还没决 就一直有在看 然后有米卡 个人还是蛮喜欢李鲁修的 因为就代表着我们清清烦烦这种想早下班的人的心情 我第一次关注到狗君是他在模仿尊龙 尊龙 我觉得哇 我到底哪里跟尊龙先生相了 你们大家有看过那期节目吗?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当时会觉得哇哦 B站的人才毁锤 真的是藏龙卧火 然后没想到今年就是回国的时候 就有机会就在饭局上认识了他 刚刚调了一个橘色遮瑕 我们来给我们的洛洛哥修饰一下他的弧情 因为你现在肤色比较浅 所以我用的浅一点的遮瑕 然后调这个红的唇膏 但他有点红 然后我用中和的一点点橘色 中和一下下 这个镜头看里面 就整个弧叉已经都遮住了 不知道大家在镜头里面看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 觉得牛逼的就靠个1好吗 所以你在B站上有关注哪些大的阿比特吗? 很大的嘛 就是他跟XXX有一段缘分 就是之前 因为叫缘分这么夸张 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就是念缘 就是他跟着XXXX的视频减肥 就是他有个动作是叫你收小腿的 就是走电电又电电走电电又电电 然后我的小腿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鸡 肥肠肌 对就练得可壮硕了 现在狗居就实名在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我只是说这个方法可能不是很适合我 你那个就一直有在控制 有怎么可能不控制 那以前胖了跟 哦 以前很胖 以前很胖 胖了跟什么意思啊 除了说我像利路修 还是说我像孔雪儿啊 孔雪儿吗 对 看身前方哦 眼睛往下看 贴个双眼皮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就是 利路修的双眼皮是一个双 一个有点内双的 就是不是很明显的 所以我给Lolo也是 差不多是贴一个比较宽的 这个真的很明显 哇 真的耶 哇哦 这什么牌子啊 这叫什么啊 这叫什么啊 买假睫毛送的牌子 这就是你买所有的蕾丝双眼皮贴都一样 这就叫蕾丝双眼皮贴是吧 对 就叫蕾丝双眼皮贴 因为我之前没贴过双眼皮贴 你的眼睛也不需要贴 我觉得还是 贴过以后还是更大一点的 我有问题想在里面 就是我一般化妆的时候会重眉眼 就是会着重地画眉毛和眼睛 就是让我的唇部 然后下半部分会比较弱化 我觉得你这是对的 因为化妆它就是在扬长避短 你把你的眼睛画得比较的 信任那一点 就是我这样看你 第一眼就看着你的眼睛了 嗯 现在画我先用修容大概的修饰一下 它面中的一个轮廓感 这一盘眼影盘 就我们不说什么品 什么牌子 大家应该也就是 可以看一下 我们也有收到这个 对的 就特别好用 用到铁皮了 一般你画仿装的时候 你会看这个人就是 就是哪些适合仿装的 大部分我会 事先看他的那些图片和动图 或者影视作品 然后看跟皮贴像不像 但其实很多时候 大部分有热度的容 其实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自媒体的不容易嘛 所以你觉得丽露修的脸部 有什么特点吗 其实我感觉 它是稍微有点往外脸的感觉 它的脸好像比我的脸更短 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一会 着重修容 还是要把你的脸往方的修一点 所以我平时修容的时候 也会在我自己的下巴部分 就是稍微截短一些 然后下巴窄一点 这样三天五眼分均衡一些 所以我们这部现在在干嘛 这部的话 我用这种卡瑟的眼影 来稍微给你掏一下 就是外国人那种眼窝 哦 丽露修眼窝的话 相对于是外国人种的话 没有那么凹陷 所以的话我的眼窝 还是要花得稍微长一点 所以你没有觉得丽露修 其实他长得蛮像中国人的 就是他没有那么 他是有一点点亚洲人的能够带的 其实你的眼睛跟他还挺像的 所以大家说我像的眼睛 蛮美的呀 就是我觉得我这期节目 应该是全网最像丽露修的视频 你知道为什么能自信 因为没有 你觉得就是做我博主一年多 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就是各位粉丝 我收获比你多 想知道我收获为什么比他多吗 因为我不仅有一个粉丝 还有各位金主爸爸 也有各位金主爸爸 现在的状态的 其实倒不是说收入啊 或者什么的 就是我能感觉到你的想法 你的意见 会对别人认同 就像一个在一个黑暗的海上 你一个渔船在航行 然后发现走着走着 然后周围有很多光的感觉 然后也是因为在B站当UP主 所以也会认识到一些 之前无法认识到 我觉得特别酷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生活 像你们平时这些视频 需要搜集很多的 就是关于专业发布的现实 是的 就基本上就是我看搜索引擎的 前20页都已经就全部看过 有些信息你光看一个页面 你是不能确定它是真实的 还是不真实的 当然我也不能说 我跟你大家的都是真实的 至少都是考证过 这眼睛有了 就是整个从山根到眼睛这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那个双眼圈 我再稍微给你加一下节目 好的好的 你这个睫毛是很多女生梦寐一条的长度 我发音的太错了 然后这里的话我稍微用 睫毛定型液给它刷一刷 就不用睫毛膏 因为睫毛膏的话刷上去 妆感会比较重 睫毛膏定型液 就让它保持这个绝窍度就可以 我来给它画一下六色的眉毛 就前面有讲过嘛 六色的眉毛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把它的眉毛整个上面全挂掉 这边的话下眉线 所以我要给它再往下移 这里的话我就直接用 这种半路的那种拉线移 它的眉尾是有点往下走的 所以的话我们先从它的眉位开始 一根一根一根的给大家挑出来 给它稍微做一下面部的轮廓修容 那六色它是颧骨下边的轮廓线 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它的下颌线也是相当明显的 但是 洛洛的下颌线相对于六色的话 会跟它窄一点点 所以我从视觉方面而言的话 先你把那个再说一点 我的脸比六色还窄是不是 呀 下巴这边的修容会着重 在这个位置 当你把这个位置收进去的时候 它的下颌角这边就 视觉上会有个外扩的效果 就会显得更宽一点点 来稍微帮我看一下 是否两边看有明显的对比呢 有的扣衣 来体谅一下它这边的这个 翻角区 哎 翻角区 更饱满一点 充满了胶原蛋白呢 嗯 大家觉得有开始像利路素了吗 有几分像呢 大家都说负十分 看在洛洛的面子上 怎么也得打个八九分呢 我们下面来就是狗君要跟我们分享一个 他在当化妆师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 他先给网红化个妆 对 我之前给微博一个就是 一百多万粉丝的一个小女网红化个妆 他主页是微博小女网红 他正页是什么 正页是chicken 哈哈哈 跟你们讲一个就是比较传奇的 这个事情我跟我身边任何一个人一根家 他都会铭记于心一辈子 嗯 有一次我给他化妆 一大早他让我一大早过去给他化妆 大概是早晨九点钟左右 我到他家 他说我先去洗漱一下 于是我就住在客厅里面等他去洗漱 这个时候 咚咚咚有人来敲门了 我就给他开门 咚一群人进来 正人打算 你说我没有表笑 你是谁 我去化妆室啊 你干嘛的 我去化妆啊 然后他说你去往那边坐下 然后我就等等等等等 往下方上去坐 嗯 他说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 对对对我要我拿手机 我拿手机 放下 对对对 那我刚才一堆 好 那倒没有 那倒没有 那个时候 就站在那个门外 他说 说那个女王的名字 嗯 然后他说在哪 我说在那里面洗澡 然后他们就过去 直接就过去敲门 那女的就在 浴室里面骂 谁啊 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咚 然后后面他说 他应该只知道家里来只有你啊 他应该骂你吧 对啊 他应该以为是你在敲门 对他就傻 反正就跟我们脏话骂出来了 然后后面之后 听到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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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接下来我们来画一下我们 洛洛先生的嘴巴 你们的嘴唇都很饱满 嗯 我只需要说把你这边的嘴角稍微往上勾一点点 因为 易老师他不管是开心或者是不开心 他的嘴角都是有点微微上翘 下 唇峰 像这种 自然上钩的嘴角 给人感觉更有亲和的一点 OK 各位 我们回来了 像我们大家知道 应该某些角度还是很像的 比如胡老师 也倒不是 测一点点 因为刚才我在画做嘴巴的时候 大家这个拍照已经有很多角度很像了 那我们去换一下衣服 给大家看一下最终的效果 好吧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啊花费多长时间 花费了八个小时做的造型 不知道大家可以跟哪一套呢 你喜欢哪一套 我就是喜欢第一套 你最喜欢第一套 为什么 那么帅 那大家可以把你们选出来的那一套打在公布上 也可以给我们多多的转发投币点赞 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两个的频道哦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节目 下期节目再见吧 下期节目你在X的频道见他叫我 拜呀 拜拜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